奉主耶稣圣明正道 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大家继续来分享 来学习《诞与礼书》 今天我们会看到《诞与礼书》的第二章 那第二章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 第二章完全的重点 它的故事 它的内容 它的重点 完全都是在于一个梦 一个梦的故事 这个梦不是一个随便的梦 不是一个简单的梦 这个第二章的梦 是关乎世界历史的一个梦 也关系到世界每一个国度 每一个帝国 每一个国家的 它的兴旺 跟它的末落 跟它的消失 它的结束 直到世界末日 包括世界末日 甚至在末日之前 这个梦告诉我 启示我们 有一个国度要出现 在末日之前要出现 而且这个国度是永远存在的 永远不会消失的 有哪一个国度 世界有哪一个国度 可以永远不消失的呢 那世界的历史 有哪一个国度起来 有哪一个国度下去 有哪一个国度被毁灭 有哪一个国度信浪 在哪里可以看到 在哪里可以知道 这一切全部都在这第二章 在这个梦里面有讲解 虽然感觉到只是一个梦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来 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谁在做梦 毕业节请念 原来这个梦是巴比伦王 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 神借助他来启示了 有关世界的历史 世界的末日 世界将来发生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会做梦呢 当然不是他自己做的 这个梦是神让他做的 所以有关圣经里面 梦的一些解释 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 有谁不会做梦的吗 但是我们所做的梦 很多都是自己日有所失业 有所梦 我们想太多 而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梦 可是在圣经里面 做梦常常都是 神给的梦 神让我们做的梦 而且圣经里面有解释 神为什么让我们做梦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答案吧 请看叶博记的三十三章 我现在在解释 为什么会做梦 就是神为什么给巴比伦王做梦 请看这个叶博记三十三章 十四节 神说一次两次 四人不理会都不理神 神说了很多次 不止一次两次 十次二十次一百次 我们信徒也不理 有很多人也不理 信徒也不理 那么怎么办呢 那神要不要继续说话呢 神还是要说 特别要对你说 祂就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对你说话 15节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 神就用梦 和夜间的异象 开通祂的耳朵 跟祂说话 开祂的耳朵 让祂听到神在说话 将受的教训 印在他们的心上 要发生的事 印在他们心上 让他们很记得 不容易忘记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十七节 好叫人不从自己的某算 不行骄傲的事 十八节 也阻挡人 不垫在坑里 也阻挡他 不死在刀下 那个就是 神让你做梦的目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 很会打算 很会计划 但是神知道 你这个计划会害死你 你这个计划会影响 你的信仰 影响教会 甚至影响你的家庭 神让你做梦 不要 你看到这个梦了 你吓死了 有时传道讲你不听 圣经讲你不听 父母亲讲不听 结果怎么办 十八节 神拦阻你不 不掉到坑里面 不死在刀下 你不知道 你后面会发生 很严重的事 你不知道 所以梦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这里说的 神给我们做的梦 神对我们说话 神在警告我们 那另一种梦 是自己做的 自己想太多了 想太多晚上做梦了 那是乱七八糟的 不真实的梦 这是圣经对梦的一个解释 事实上我们读圣经 古圣徒也常常在做梦 神在用梦 怎样带领他 警告他 常常 你看创世纪就有很多梦 那么这个梦呢 那个巴比伦 你不叫尼撒王 梦过后呢 他心里很烦乱 不能够睡觉 到底什么梦 让他这样 梦过后很烦乱 睡不着 这时候呢 他做梦了这个时候的历史背景 告诉我们 这是尼布将尼撒王 统治的高峰期 也是他权力很兴旺 很得意的时候 那你发现到吗 他却不能睡 他却没有平安 心里没有平安 反而一个被他抓来的平民百姓 以色列平民百姓 但以理 他常常在什么情况中 都非常的安静平稳 非常的平稳 一个权力这么大的人 这么成功的人 这么骄傲的人 往往不能入睡 心里不平安 但是一个平民百姓 却常常可以 很安然的 很安静的 很平安的 舔睡 你来做个对比 其实但一里 也是很多忧伤师 也应该有很多的 担忧伤心的事情 因为他的国家没有 他的家人 有一些家人 没有被带来 没有被掳来的 怎样也不知道 不能回家 圣殿也没有 将军他们都是在苦难当中 可是你看他们可以安睡 他从任何时刻 你看到但一里 他表现都很平稳的 很安静的 很平安的 可是他们的风暴是很大的 这就是从但一里 他们看到在风暴中的平静 他们的见证 因此 今天许多有权力的人 有权势的人 不能够入睡 心里烦乱 这个是现今世代人的 心态 这个生活 生活形态 你看很多有权力的人 成功的人 是不能睡 而且心里很烦乱 很烦恼 所以我那天不是讲吗 很多人现在靠药物 要靠药物来让他自己安睡吗 有些一定要吃一粒 安民药才可以睡 有些吃一粒还不够 要吃两三粒才可以睡 这也是今日末世 许多世人的生活形态 晚上的情形 那他自己不能够睡 他也不让人家睡 你看第二节 他就叫人 吩咐那些术士 法术 行邪术 迦勒敌人 全部招来 搞到他们这些专家 这些专业人士 也不能够睡 大家都不能够睡 意思是要叫他们来替他解梦 但是你叫这些专家 怎样解梦 你自己的梦都忘记了 那个王自己忘记做什么了 要叫人家来跟你解 那不是为难他们吗 但是王的感觉不是 别人不能够解 但是你们这一般人应该可以解 因为你们是专家 你们是专业人士 你们有法术 你们很厉害 你看巴比伦王 养了一群这些人 这些都是教鬼的人 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术士 第一个术士 术士就是专门研究巴比伦文学的那一帮人 特别是研究5000年前的蝎行文字 5000年前有发明一种文字 古代的人叫做蝎行文字 他们是研究这些古代5000年的文字 里面所写的战谱 那些学术之类的那些文字 他们去研究 然后把它讲解出来 5000年前就有文字了 但是叫做蝎行文字 我们是看不懂的 这术士就是研究这些的 把以前的5000年前写的东西 什么法术 什么厉害 什么方法 把它翻译出来 那第二种叫做用法术的人 用法术的人就是指战谱的 那个算命的 算什么的 战谱的 或者是行咒诅的 或者咒诅的 其实也是跟灵界有关系的 你不跟灵界有关系 你怎么可以战谱 知道未来 知道人家的命运 你怎么知道 你也是这样丢 这样丢那些东西 然后你就知道了 你就automatic知道了 那是鬼跟你讲的 那第三种是行邪术的 那就很清楚了 这个行邪术的 自称他可以使人互活的 那一种人 那么这种人呢 又比用法术的 更厉害了 更凶了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相信 这些人有权力 有这种权柄 让死人互活 他们有这种法术 那第四种 叫做迦勒敌人 迦勒敌人比较正常 没有 不一定 几乎 不一定说 不一定跟鬼有关系 不一定 甚至没有 迦勒敌人呢 这一帮人呢 是研究天文学和星象学的 研究天文的 就像耶稣降生的时候 不是有波士的 哪里的什么波士 来探访耶稣吗 就是研究天文学的 星象学的 那我看资料 巴比伦的天文学 对今天的天文学 有十分有许多许多的帮助 他们的天文学 那我们从这里就看到 王忘记了梦 就叫这些人 无论是正派的 还是邪派的 还是科学的 还是行法术 行邪术的 全部叫来 正的也好 反的也好 邪恶的也好 全部叫来解释 那么第四节 迦勒敌人就对王说 王啊 请你将梦告诉我们 我们就可以讲解 那么那个王说 我已经忘记了 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 告诉我 我就要对付你们 从十节到十一节 我们看到这些专家 平日很威风的 很了不起的 好像是超人的 这一群人啊 没有办法 不能解梦 结果第十节 他们就对王说 王啊 世上没有一个人 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 世上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为什么还没有人 能解呢 他们说 王啊 因为从来没有君王 没有大臣 没有掌权的人 像你这样 这样来问过 这种忘记的梦啊 这样忘记的梦 没有人这样问过 十一节 王啊 你所问的事太难了 除了神可以解梦 没有人能解的 这句话表示什么 表示他们平时 靠着那位神 他们的偶像 他们拜的那些 不得咯 不得咯 你们不是有拜神吗 你们不是有信神吗 你们不是对神很热心 每天都去拜吗 你叫你的神来解啊 既然神可以解 你叫你的神来解啊 连他们的神也没办法解啊 所以 连他们的神也不能解的时候 王啊 没有人能解了 兄弟啊 你看到了没有 专家 这就是专家 我们常常说的 专业人士 他们有专业的知识 他们有专业的经验 他们有专业的能力 他们有专业的训练 专业啦 这个就是专业咯 不但有专业 还可以共通灵界 沟通那些邪灵 鬼神哦 也是搞误定嘛 不能解决啊 所以巴别伦啊 养了一群 这种没有用的专家 没有事的时候 就是专家 有事的时候 就是什么家呀 败家呀 其实 你不叫尼撒王 养这么多不同的专家 各领域的专家在身边 他是要来治理这个国家的 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顾问 他会问他们 他们会寻找答案给王 如果在灵界里面 有邪灵的事呢 他会寻找那些 行物术的人 如果有军事上的问题 他会寻找那些将军勇士 无论是保卫国家 还是在管理国家 甚至包含一些邪灵的问题 灵界的问题 他都有专家 有专门的人 来给他解答的 但是他发生事的时候 原来 这些都是无用的人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信主的恩利 要明白这些事 我不是看清那些专业 那些专家不是 必须他们有他们的专业 他们有受过专业训练的 但是 还有更多事情 专家没办法解决的 也不能够依靠他们的 我们还是单纯地回到圣经 依靠神 专心靠神 求问神 祷告神 呼求神 敬拜神 就是回到神那边 所以我们今天 真耶稣教会在这个末世 在这么多阻挡围困当中 我们依靠什么 靠什么战力的吻 靠什么可以在这个末世传扬 你靠专家吗 我们真耶稣教会 也有一些专家 我跟你讲 真耶稣教会没有专家的 只有神而已 我们有时很夸口 哇 祂这个步道家 曾经我们世界联种 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步道家吗 全世界的人都要请祂来步道 我们真耶稣教会 哇 一来步道就 几百人上千人 所以叫祂步道专家 有没有 现在这个步道专家在哪里 你自己看 哇 一来有什么得胜 有什么看意向 就是变成专家了 专家 专业专家 我们千万在真耶稣教会 不要找另一个专家出来 不要有专家存在 真耶稣教会没有专家的 只有仆人 只有信徒跟仆人 富士主的 而且我们都是无用的 不懂的 不会的 能够做 会做 做的 感谢神 那都是神赏识的 神帮助的 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 靠圣灵来建立教会 靠圣灵来带领人得救的 甚至讲道也靠圣灵帮助来讲的 越离开神 离开教会 离开神 离开圣灵的帮助 我们就是无用的 根本什么都做不到的 你不靠圣灵讲道 你以为你很会讲的 你上网去看 多少外教会的牧师 那些传道人 那些外教会的那些专家 讲得极好听 讲得极感动 讲得极多人在拍手 你知道吗 你以为只有你会讲 为什么你就要听你 人家听外面的更精彩 我们929自己 自己标榜自己是专家 专业人士 也不再谦卑 我今天从这里看 我们看专家 但这都是无用 好 我们继续看 12节到13节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们看到 王大发烈鹿 大发脾气 我看到的是大风暴来临 世界的王生气了 这里说 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 不只是生气 是非常非常的发怒 他发脾气的时候 他就要杀人了 他不是要杀一两个人 他要杀所有的那些专家 甚至连丹与礼 不管是的 也要把丹与礼杀掉 也被列进被杀的树木里面 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这个狮子在哄叫 狮子在发怒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 是哪地 巴比伦就是是哪地 是哪地的意思就是 狮子哄叫的地方 你看到吗 现在这只大狮子 最大的狮子 在哄叫了 在发怒了 看到吗 狮子哄叫有三个情形 一个他肚子饿的时候 他想吃 他肚子饿的时候 他会发怒 第二他发怒的时候 就像现在 发怒的时候 他就要哄叫 第三他要吞尸的时候 他也哄叫 现在狮子在叫 一叫他就要杀人 他叫的时候就要杀人 这是一个大风暴 没有想到 不管是丹与礼 我们也会被牵连 有时世界发生的事 或者别人发生的事 不关我们的事的 却连累到我们 别把我们也捡进去 我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没有错 你都不关事的 可是就会把你捡进去 因为撒旦在愤怒了 发展在身去 我们用灵界来讲 因为常常 巴比伦王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指他是真真实实世界的王 巴比伦 那个层面指他 他属灵界那个恶魔是意表 既然是撒旦 世界的王在生气 我就讲一些撒旦生气的事给你们听 请看启示录的12章 12节 你看到吗 主耶稣说撒旦生气 他为什么生气呢 12节请念 这里看到吗 撒旦气愤愤的 非常生气的 吓到我们这里来 就是吓到我们这个世界来 这个地球来 他为什么生气 他打书 在天上 第七节 第七第八节你看 他打书给天使 被赶下来 打书了没有脸 丢脸 生气 你看他一下来 他生气 他对付谁 13节说 他一下来 见自己被丢在地上 甩下这样 他就去逼迫 生男孩子的妇人 就去逼迫教会 就是对教会生气 这是撒旦的 这是撒旦逼迫教会的意象 我要强调的是 他生气 撒旦生气 一生气 他就会对付教会 一生气 他就对付教会 就是这样 到17节的时候 荣相妇人发怒 又看到他生气了 结果他去跟 其余神的儿女 争战 是吗 三番四次的都看到 其实说他生气了 撒旦生气了 撒旦生气了 可是一生气 就是对付教会 一生气 就是对付神的儿女 所以你要警醒 这个是一个狮子 我们住在这个巴比伦 这个狮子哄叫的地方 他不是吞刺你 他就是杀害你 因为他常常对我们生气 那我做一个见证 有一间教会 因为产业的问题 来开那些负责人会议 结果在开会的时候 发现到有一群人 有一群的负责人 包括甚至人员 想要吞占教会的财产 这是个很邪恶的 很糟糕的一件事 一个动机 一个腐败 那么当然 那些对神中心的 圣洁的不赞成 不赞成买卖 结果这场的会议 就是不欢而散 但吵架而开不成 那有位负责人 那天晚上 开会过后回家睡觉 晚上他做一个梦 撒旦对教会神气 因为教会不照他们的意思 来把教会产业卖掉 他们这个撒旦就不高兴 这个负责人他梦到 在教会里面 突然间教会里面 不是外面 地上 钻出三个怪物出来 从地上 教会的地底下面 钻出三个怪人出来 是在教会里面 然后在地下 住在地下的人 这个三个怪物 一个是整个轻轻的 全身轻轻的 他的样子很像猴子 猴子 猴子 然后他的动作 他的动作也像猴子的 这个整个青色的人 这个怪物 在教会里子上 跳来跳去 整个教会 跑来跑去 跳来跳去 好像猴子 就是在教会 捣蛋 捣乱教会 第二个是全身黑黑的 全身黑黑漆漆的 非常的凶恶 这个人 这个黑人 他就是 把教会的椅子 一排一排的 推倒 推倒 推倒教会 教会的椅子 甚至还把掌牌 翻倒它 非常凶恶 很凶很凶 那第三个怪物是什么呢 第三个怪物 它的头 是恶蚁的头 恶蚁 不知道 身体是人来的 但是头是恶蚁来的 这不是怪物吗 这已经不是人了 原来就是启示录说的 兽 这些都是兽 恶兽 野兽 很恐怖的野兽 兽来的 不是人来的 他不明白 为什么教会会出现 这三个人 不是从外面进来 是从教会里面 跑出来的 教会里面的地底下 跑出来的 在教会的地里面的 他也不知道 什么意思 就知道有人 来捣乱教会 梦过后 事情就发生 有三个教会负责人 包括一个圣职人员 三个人 带头来乱教会 来应应抢夺教会的产业 他们是 请律师 做假见证 来修改教会的 信托人 然后他们 给一些警察 警察头 有权力 有地位的 保护 保护他们 请占了的产业 我们不能够过去 我们也不能够去 有警察 保护 他们有警察保护 有警察来看守 你看这个事情 是经济严重 当然教会就分裂了 肯定分裂 有些信徒也跟他们去 我要讲这个 这个见证是什么 重点是 撒旦对教会生气 因为我们不 我们不出卖神的产业 不做这些腐败 污蔚的事情 撒旦就借助这些 撒旦集团的人 666的人 撒旦的那种 有硬的人 对付教会 搞乱教会 分裂教会 抢夺教会的产业 抢 用抢的 这些人不是外面人 是教会的信徒 教会的负责人 教会的圣治人 你们都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一直讲 我为什么 一直讲 讲长子 讲圣治人这样 应该要醒过来 真的要醒过来 每个神的圣治人员 神的朋友更加谨慎 更加谦卑 要更加 对自己常常反省 这是我听到一个 那个做梦的人 那个夫人亲自跟我讲了 撒旦对付教会 对教会申请 因为我们不跟从他 如果要再讲撒旦生请 传道也有几个这样的经验 因为传道时常揭穿 撒旦的困惧 他的假面目被传道扯开 看清了他的计划 然后也破坏他的工作 有几次撒旦要传道死亡 我不是在讲梦 什么真的要我死去 我差一点死去好几次 都是神在救我保护我 最明显的一次 撒旦用手指着我 很高大的魔鬼指着我 你给我小心 他一直指着我 你给我小心 他的手臂 会死 他要我死 他会杀死我 为什么他对我这么恨 这么生气呢 所以魔鬼他生气的时候 他就要杀人 他就是要对付人 对付神的恩 这些都很真实的事情 也是我们亲身的体验 真实的见证 那我们在第二章就看到 世界的王生气了 连丹尼里也要被杀了 所以关于生气 圣经有很多教导 那传道不用再讲 大家要留意 牧师不可以生气 你生气的时候 你要谨慎 不要给魔鬼生气 但是不要给魔鬼 留地步 先知也不可以犯罪 我们继续看这个14节到16节 我们看到丹尼里处理危机的智慧 丹尼里面对这个风暴的时候 这种撒旦风暴的时候 这个愤怒的风暴的时候 他采取四个步骤 来面对 来应对这种撒旦的 巴比伦王的怒气 他用四个步骤 来应对他 第一个步骤 他就用智慧和勇气 去面对这个风暴 这个困难 请看14节到16节 请念 当王的副会长 要杀巴比伦的那一班测试的时候 你看到丹尼里非常冷静的 他对危机的表现非常冷静的来处理 第一要非常冷静 不要慌张 第二 他就要问清楚原因 查明事情的真相 为什么要发生什么这样的事 所以丹尼里就用婉缘 来回答 15节就问他 那个副会长就说 因为王的命令 问王的副会长说 为什么这样 这些就是很冷静 而且查明事情的原因 那第三个就是 知道了问题的所在 原来是出以王的梦 在王的问题 那么就对准问题 对准那个根本去解决 原来这个问题 这次的愤怒要杀人 是王的问题 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王的问题 所以十六节 丹尼里就决定了 进去见王 去求王 你看到这么简单 其实他已经找到问题 已经清楚的问题所在 然后根本就是王的问题 那既然是王的问题 那你就要对阵这个问题去解决 你去找别的人没有用 你就生气别人也没有用 那他的方法就是 去见王求王宽限 就是说给我们时间 给我们时间处理 他并不是说 王啊你不可以杀人 你不可以做这个 你不可以做那个 你不可以做这个 他不是命令王 吩咐王不可以做这个 他没有 他说王啊 因为王有权柄杀人 王的权柄 他都不讲理的呀 他说王啊 给我们时间 请你给我们多一些时间 去处理 那么我们看到 他处理危机的智慧 有五种表现 有没有 第一 面对危机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 第二 要清楚原因 要去查明真相 第三 知道了问题所在 就对准那个问题 去解决 第四个就是求王宽限 给时间处理 因为有些事情 急不来的 不是用急 不是用很急就可以解决 是要用时间去解决的 那第五个表现是什么 第五个表现就是 用信心交托神 他对王说 你给我时间 我就可以将梦 讲解告诉王 他有什么把握 有什么理由说 有什么把握 说他可以把梦 可以解梦 他有什么把握 当当一里跟王这样讲的时候 他就心中 他已经决定了 我会靠神 我会求神启示我 我会求神带领我 你看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让他看到了结果 他已经 还没有求告神的时候 他已经向王说 我会那个结果会告诉你 那个答案我会告诉你 所以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是 就是人家看不到的结果 你看到了 信心就是人家找不到的答案 人家没有的答案 你已经看到答案了 这就是信心 你看到的你知道的 那不叫信心 那你都看到了 你都知道了 那还叫什么信心 跟着呢 跟着面对风道的第二个步骤 那就是17 18节 他回到他的居所 他住的地方的时候 就将这事情告诉他的同伴 那三位朋友 然后他要这三个兄弟 这三位兄弟 一起来祷告 祈求天上的神 来祷告 求神开路 带领 所以面对风道的第二个步骤 就是寻找祷告的伙伴 第一个是用智慧和勇气 去面对困难 第一个 第二个 面对风道的第二个方法 就是寻找祷告的伙伴 不知道不只是我在祷告 我也寻找同伴 一起来祷告 但以理他很有心情祷告 这是没问题的 可是他知道 同心合一的祷告 更加重要 我再重复一次 你有信心 你很有信心 没有错 可是同心合一的祷告 更加重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教会不是 你一个人的 一人的 你一个人全部做完 你一个人自己怎么样 我一个人怎么解决 我一个人怎么样带领 我一个人怎么样做这个做那个 那是你一个人 那不叫做教会 那叫做个人 所以教会不是个人 教会是个群体 是耶稣的身体 一群体来的 那么基督的群体 基督的肢体 要互相配搭的 不是你一个人在做完 在表演的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他有信心是没有错 也不用怀疑 没有问题的 他一个人祷告 也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是成熟吗 这是健康的吗 难道教会 只有你一个人爱神吗 只有你一个人有信心吗 教会没有其他的人 爱主的人 教会没有其他有信心的人 都没有 就是你一个人 你开玩笑 那你变成你在表演 你不是真正的侍奉神 你在表演自己的厉害 教会还有很多爱主的 也有很多很虔诚的 也有很多很有信心的 那就找他们一起祷告 找他们来 所以17节 当你一回到 他的居所的书的地方 他第一件事就找他们过来 就去找他们讲这件事 跟着呢 就要他们 大家一起来 同心合意祷告 我们很久没有讲 同心合意祷告这句话 这是一个指示提醒我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他说传道 我现在 他讲 我现在很少听到 同心合意祷告 很少听到这句话 我想想也有道理 以前的老知识 老知识在带领教会 虽然是啰嗦 老实讲 但是他们常常都说 同心合意祷告 我们同心合意祷告 常常会讲出来的 常常都会听到 同心合意祷告 所以我们连同心合意 都少讲了 都不讲了 就祷告 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就是祷告 很简单 看掉那同心合意 那四个字 那个念很长 是吗 久而久之 我们连提都不提 同心合意 提都不提 就忘记了 还是你觉得 我们觉得不需要提 就是祷告就好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 看到但约里 他怎么样说 他说我们不只要 不只我一个人在祷告 也不只是我们 一群人在祷告 我们还要 同心合意地来祷告 这真的是 很好的提醒 很好的一个名利 今天教会这么软弱 这样信仰这么软弱 没有力量 定为就是 没有同心合意 已经把同心 渐渐地忘掉了 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暂时先讲到这里 还有他面对 但约里面对 风暴的四个步骤 还有两个步骤 还会继续看下去 看到他的结果 他的绝迹是什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解梦 那个梦 很重要的一个意愿 一个启示 好 我们来尝试 434首